A2聊四季、天天龍工心 大家好,我是Layon 今天來看馬札爾人對場羅馬人 中場比賽是將軍休息室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的文明 選擇是馬札爾人 馬札爾人他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持 但是他有免費的一級攻、二級攻、三級攻 每升一個時代就會給相對應的時代的攻擊力 所以馬札爾人的封建時代的洛馬開啓是非常強悍的 到了電文時代的話 他可以選擇馬攻路線或者是遊俠 那他的馬攻部分還有這個反驅攻 傷害可以變成非常高 而且射程還多加一點 那馬札爾人他的遊俠部分算是比較普通的 但是馬札爾人擁有免費三級攻的關係 所以升級方面來說問題並不太大 但他的缺點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那馬札爾人他最近的改版 讓他的團隊加成改為馬攻 建造速度變得更快了一點 所以馬札爾人在後期出反驅攻的馬攻路線時會更有用一點 甚至在城堡時代時也可以轉出馬攻做出應對 那他步兵的部分的話是不太行的 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騎兵跟攻兵路線其實都還OK的 那馬札爾人的後期比較有點弱勢的地方是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遇到對方攻城系的時候會稍微弱勢一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羅馬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建造修理還有這個採集資源 就5%的加成 所以羅馬人在後期的經濟是非常誇張的 前期的部分可能大家玩羅馬人不會感受到他的經濟加成 但是到了後期就會感受到他的這個經濟加成 其實是非常的強大 那羅馬人他的步兵特色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為他的步兵每點一個步兵鎧甲都可以獲得二級的防禦力 就是雙倍防禦力的意思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總共是加四防 常見兵的雙防可以到雙防各五 跟這個薩金特衛兵其實很相近 那羅馬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這個步兵加上騎兵的作戰方式 那弓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不太適合 那如果需要用到弓兵的情況下 通常會打出弩砲 他的弩砲也是遊戲裡面最便宜的 一隻弩砲只要30塊黃金 而且只要點一下銀罐 就可以增加這個弩砲的攻擊速度 那他弩砲也可以獲得這個最小攻擊射程的限制給取消掉 所以基本上羅馬人可以把弩砲當成弓兵來用 我覺得問題是不大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目前看到羅馬人下方是有木頭左邊一右 那木區來說的話稍微少了一點點 而且側面的部分完全沒有任何遮蔽物 反正說起來會稍微困難一點 那這張地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石子路的地方是不能維持的 所以這張地圖其實是蠻考驗雙方的一個臨場反應 誰的反應更好或是戰術更好 可以獲得更大的優勢 那羅馬人最近的打法是比較常見到這個棒棒開局 那棒棒直接轉裝甲 然後點下一擊防禦 然後裝甲步兵壓制對手的一個策略 但是這把塔套是沒有打算要來打這個裝甲步兵的 而是要選擇走肉馬路線的 那肉馬路線的話羅馬人是沒有特殊能力的 所以可能就要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策略是如何 那羅馬人走了一個比較正常的開局方式 那Viper這邊也是走一個肉馬 那我們剛剛說到喔 那羅馬人如果打肉馬的話他沒有任何特殊能力 但是馬扎爾人這邊是有特殊能力的喔 五加一攻的傷害喔 傷害非常強大喔 所以他現在出肉馬是會被壓制的情況喔 那Viper這邊用三隻肉馬加上兩隻槍兵 進行前壓 羅馬人這邊也是轉出了一些肉馬 但是要盡可能跟Viper必戰 這些肉馬最主要的目的喔 是要去騷擾對方的村民 那Viper這邊也是有所準備喔 槍兵已經準備好在這邊防守 後面也稍微圍了一下 好目前看到Viper這邊也是拉了一些肉馬 過來這邊看一下 我發現這邊已經圍好了 好右邊拉了幾隻槍兵去搓後面的鹿 讓後面的鹿全部死掉 讓塔塔待會沒有鹿肉可以吃 好這邊看到肉馬兩邊都是繞來繞去喔 並沒有打開起來 雙方的戰爭 但是羅馬人這邊是點下了一擊攻喔 刺頭變成五加一的傷害 現在跟馬扎爾人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結果一個鬼轉步兵鎧甲 哎呀羅馬人肉馬開然後轉步兵鎧甲 那獲得步兵鎧甲的長槍兵 就會獲得雙防加二的效果 他的槍兵現在是完全打得贏對手的 好0加二0加二 這個防護率相當的慘 對方槍兵就算互戳喔 也只有一滴血 兩個滴血才對 因為他是馬扎爾人 所以是兩個滴血的傷害喔 所以互戳的情況下是羅馬人一定有優勢的 那又剛剛我們解釋這張圖的地圖關係喔 打強軍是通常是會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因為很難圍死嘛 那很難圍死的情況下 強軍是只要能 抓到一些村民讓他收村喔 就可以抓到一些經濟的損傷喔 所以白盒這邊是有點危險 趕快補下這個品種 那白盒這邊槍兵護戳肯定是會出的 所以待會就要來看一下他的弱馬 會怎麼去做決定喔 好這邊點下品種之後是往下走 而不是往回救 正面的部分 只有木牆圍了起來 看起來也沒太大問題 OK 品種1號 血量來到65滴血 血量非常多 但是現在肉馬345加1 攻擊146 長槍兵的話是有惡防狀況 砍一刀只有4滴血喔 這個部分是要砍到12刀喔 才可以砍11隻長槍兵喔 這對於Viper這邊是相當不利的一個決定喔 那正面槍兵上前一出喔 結果被戳掉了一些村民 兩隻村民直接被擊殺掉 這邊槍兵上前想要營救 但Viper這邊的槍兵數量好像有點多 可以戳掉一些對方羅馬的槍兵 這邊槍兵壓制回去之後 這邊想要跟對方的弱馬互打 這邊應該可以扛個幾刀 稍微圍一下 撞到木牆再稍微圍 來不及 下方再往下走 但弱馬雖然還是損失掉了 這邊槍兵還是戳到了Viper的弱馬 Viper的弱馬直接損失掉了兩隻 這邊的部分再繼續往前 收掉了最後的長槍兵喔 但是這時候羅馬人 已經點下了城堡的時代升級 Viper這邊升級還差了一點點 好 那兩邊升級應該就是小打小鬧 那這兩邊喔 待會也可以選擇一個 繼續出弱馬的部分 然後轉這個輕騎兵 那輕騎兵的話 待會轉上去就可以優先 用自己的弱馬優勢去撿這些聖物 所以這個接續打法 要怎麼決定喔 其實有點看地圖喔 那目前這張地圖 打洛馬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Viper這邊洛馬我繼續出 出到第七隻 目前塔到這邊的戰力 打得非常兇猛 好 一升到羅馬的城堡時代 點下了輪軸技術 還有騎士開始量產 右邊補下了城鎮中心 雙TC先開龍 騎士先壓制 那Viper現在時代落後的關係喔 要先趕快補下騎士 或者是其他路線 看起來是要走馬功了 好 城堡時代馬渣出馬功 然後點下了輕騎兵的升級 讓這些弱馬提升一些傷害力 變成7攻的傷害 好 這邊騎士直接串到了後方 想要看後方有沒有東西可以打 發現什麼東西都沒有 後面都已經圍好了 好 這邊馬功出來 開始反擊 但是槍兵直接被擊倒 這邊村民收村 傷害並不是很好 洛馬過來解一下 但是有一隻騎士跟槍兵過來營救 那目前看起來塔套這邊的戰術 更為有壓制力喔 那馬炸這邊馬功成型要點的東西 是非常多的 除了二級色彈道學 還有這個工兵鎧甲 工兵鎧甲可能騎士 還有拇指環也要點 所以要點的東西其實是偏多的 好 這邊是決定要來回救 這邊洛馬做不到任何事情 塔套這邊經濟非常的好 那待會城鎮中心喔 也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喔 這邊這個位置的話 靠近墓區 也可以即時營救這邊挖串的村民喔 或者是這邊開始挖石頭也OK 後面開神聖中心的話 可能就是要開更後面的位置 但目前感覺是需要移動 神聖中心在前方 直接蓋在墓區了 OK 這個墓區也OK 好 那目前看到 VIPER4點下了耕種技術 跑速也點下了 那目前成型還需要點個彈道學 這個滿功才可以盡可能的 發出最大的傷害力 但是塔套這邊一直有溜騎士過來 竟然爆砍一波 這邊聰明死傷有點慘重 來到了七村 騎士現在有二級馬卡的關係喔 所以很能扛這些箭矢的傷害 VIPER第一時間沒有辦法 阻止這些騎士在家裡亂竄 因為他打的是馬功誣陷 不是騎士喔 現在肉量已經不允許喔 他去按騎士喔 因為一樣騎士就會斷村 好 今天拉了馬功過去追逐 但是兩隻騎士攻擊速度太快 直接爆砍這些馬功 馬功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還是要直接拉走 好下方VIPER的肉馬加上馬功 在後面繼續繞背一下 上放騎士血量有點殘 看要不要補個修道院 換金補了 這邊補個血 把這個血量拉起來 好 但現在這個時間點 對於馬渣爾來說是稍微有優勢的 因為他現在馬功可以進行拉倒 如果騎士血量被消耗掉 或是數量降低了 可能威射率就沒這麼好 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羅馬的奴炮相當便宜 奴炮打馬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塔塔這一邊的操作 第一時間想要射掉對方老頭 但是沒有打掉 右邊老頭直接招搶也沒有招到 兩邊都是打一個55開 但左邊的馬功分推 拉了一些騎士去虛感掉了 好這時候 VIPER偷偷開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用自己稍微不錯強的軍力 開始壓制敵人 羅馬人這邊稍微有點害怕 先把自己的騎士血量瞎起來 當然這邊挖不頭的村民被抓到 兩邊的村民損傷差不多了 但是VIPER這邊村民落後 大約是有9村 將近10寸村民 這邊奴炮看得出來 串燒開始 上方的馬功 又要再回頭再打一下嗎 好看到這麼多大軍 這一坨馬功可以做點事 但是他沒有立刻往下繼續燒 VIPER這邊是選擇要拉走 好看到右邊有這麼多騎士 左邊的馬功想要來開稿一下 但是塔套已經完全讀懂了 VIPER的心理在想什麼 畢竟他是他的隊友 GEO內戰 那這個內戰 VIPER可能會有點難打 因為兩邊都是最熟悉的沒收人 兩邊都是隊友 那這個隊友 好看一下這邊 炮4台喔 蒜燒沒有蒜到 當然騎士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將近快要15隻 快要20隻了 再5隻就20隻了 那現在奴炮繼續量產出來 馬功的部分呢 重點一下彈道血 接下來拉打傷害力就會比較可貫 但需要一直去做拉手 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很吃手術 因為你一直控馬功的話 就代表你沒有其他時間 可以去控自己的經濟 代表你的經濟就會變得 變得不是那麼好 所以在控馬功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喔 不要控過頭 有時候你在拉倒 雖然你可能秀對方秀得很漂亮 但殊不知喔 自己經濟家裡已經爆炸了 然後對方已經開龍了 雖然對方損失了一坨兵 但是他經濟兵好上一兩倍 那你到了後期喔 基本上也是沒得打 這是玩馬功喔 新手比較常會出現的一個 小小的細節失誤 就是控過頭了 那VIPER這邊是沒有一直控兵的 他雖然有在控 但是都是小控小控 沒有一直瘋狂拉扯 這邊直接拉到承認中心下 靠著承認中心進行血防 傷害來說還不錯 OK 順利解掉了這波騎士的騷擾 這面的弱馬上前硬拆 拆掉了非常多的弩炮 大概拆了四台左右 但最後還是有四台活了下來 好 好 VIPER這邊看到 羅馬人這邊大軍壓盡 這方面補一下更多的攻城西製造手 想要用串燒給串死對手 好 但是對方騎士坦度非常十足 而且拉了村民過去修弩炮 弩炮現在一台都沒有損失 但只要沒弩炮打出一發 VIPER的馬功血量就越來越低喔 這對於是VIPER來說是一個不好消息喔 那VIPER這邊要反制這些弩炮的話 可以出投石車 或者是打這個寶兵喔 馬札爾標騎兵 馬札爾標騎兵的話 他對於攻城西的額外整場是非常多的 因為馬札爾本身沒有火炮 對付這個火炮啊 對付對方的攻城西來說 只能用自己的寶兵去壓制對手 會比較有力一點 好 VIPER點下來一擊挖金 這時候羅馬人的村民術來到了85村 VIPER就是79 兩邊村民術差不多 差五村左右 那目前看起來塔套這邊的戰術 更是能壓制到馬札爾這邊的 馬札爾這邊要壓制回去的話 一定要用這個投石手 把這個奴炮給壓制回去 才有可能跟對方打正面喔 哇 這波串燒血量掉很多啊 好 這邊砸了一發 差一點換到一台奴炮 第一時間拖子車被大量騎士擊破 但是後方馬弓進行輸出 後方馬弓也被串燒掉 再次奴炮正面 真的是打不贏 真的要脆 好 這次打 好 拖子車再繼續按 好 台北後面點下了一個修道遠 是要來補一下 馬弓的血量喔 還陪著馬弓在下方 還到了38陣的數量 非常龐大 好 生命的射箭場 要被拆除掉了 那目前以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馬扎爾這邊還是要趕快出更多的馬弓喔 還有這個頭石車 才有可能打力喔 那這邊這時候補下這個拇指環 相當關鍵 37隻的馬弓有拇指環 這個射速非常可怕 後面要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嗎 沒有 用頭石車砸 沒有機會丟出去 就被奴炮 還有將騎士的傷害直接集火掉了 工程器製造所也沒了 現在Ryper沒有辦法再繼續產生頭石車 右邊再補下了一個新的市集 稍微經濟買賣一下 大量的馬弓在後面想要來包抄掉 後方支援的奴炮 但是奴炮商量還是很不錯 串燒掉了非常多的馬弓 這邊交換馬弓打奴奴真的是不划算的選擇喔 人家的奴炮這麼便宜喔 怎麼換都覺得不會到很虧 這邊繼續串燒 這邊還有是有變成一個 交叉政法 讓他可以不會聚在一起喔 串燒效果就沒這麼好 這邊開始掃兵 正面的部分 馬弓快要扛不住 衝車奴炮騎士什麼都有 這一波打起來 馬弓可能扛不住 而且沒有任何一棟城堡 可以扛住對方的壓制喔 好這裡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點危險喔 會被對方看到 那這邊有要打算直接往前壓嗎 好看到有點來不及 城堡已經蓋一半 但是想要串燒試試看 欸奴炮 奴炮就往前走 欸好像沒有控好喔 這個奴炮 好像不是要想要串燒村民 單純沒控好而已喔 哎呀這個塔桃這邊損失了一些奴炮 讓Viper有機會可以重返戰場 但是這邊的馬弓數量 從38隻只剩下23隻喔 大概有15隻的馬弓喔 已經被打掉了 那馬弓成型的話 至少要30隻左右的數量 傷害力才會比較明顯 目前看起來 Viper是極限守住 目前羅馬是點下了手推車 Viper還是有受到一些經濟損傷喔 經濟現在目前沒有那麼好 好再補一些馬弓出來 好這邊騎士想要包啊 想要趕快往上追趕 砍掉殘血的馬弓 看這邊還是被Viper的馬弓給逼退了回去 射掉了幾隻騎士喔 也是雖然來到了剩下9隻左右 正面部份又有更多奴炮過來 Viper又沒有辦法繼續往正面打 塔桃這一波的奴炮戰術打得非常OK 好 奴炮已經逼到了家裡 Viper終於轉出了駝石車 羅馬這時候轉出了二級攻 開始要來打一個大城堡時代 但駝石車一出來可能會被騎士衝上來 好 當然馬弓這邊傷害打得很高 騎士數量還是有消耗掉了一些 OK 騎士數量太少了 這裡整退 駝石車要趕快往前 但奴炮會竄燒 哇 打到了後排 後面的馬弓直接被擊殺掉 馬弓絕對不能用這個橫列陣法 橫列陣法太危險 對 要用這個交錯陣型 好 再串 哇 沒串一下都是Viper的心血 心很痛 好 正面投資車 掌了一發 換掉兩台不錯 但是左右兩面投資車也被騎士交換掉了 這一波交換來說 羅馬還是有點小賺了 畢竟奴炮很便宜 被換掉兩台也不是非常的心痛 兩台投資車的價格 遠遠是超過兩台奴炮的價值 雖然騎士也有損傷 但是 不管怎麼算起來 馬弓這邊被串燒血量跟投資車 價格還是貴了一點 好 兩邊準備升到帝王時代 Viper這邊點下了第五個城鎮中心 村民來到了122村 反超了羅馬這邊的村民宿 羅馬這邊中間也補下了一個奴炮 好 防守的位置 這個城堡 那這裡應該可以再補一些工程器製造所 好 正面的部分 看到這邊馬弓繼續輸出 拆掉了一台奴炮 在這邊串燒效果太好 這邊有點危險 趕快走 對 這裡不能再繼續打了 好 這邊要稍微收吹一下 好 點下帝王時代的Viper 轉出來的是肉馬 而不是瑪莎的標騎兵 這邊騎士直接到農田裡面爆砍一波 Viper這邊肉量又更少 產出瑪莎的標騎兵的可能性又更低了一些 這邊官轉出輕騎兵 就要了他的命啊 肉類也直接快要歸零啊 好 這裡馬弓趕快營救一下 城堡也是進行的輸出 但終究Viper還是被砍到非常多的村民 剩下117村 羅馬這邊村民直接反超了回去 下方大量的馬弓 血量也是特別的慘 剛剛把我點個草藥治療 回個城堡補血一下 也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不然血量這麼慘 只要再被串燒個幾下 就要損失大一整排的馬弓了 羅馬在農地裡面放了一台奴炮 正面大量奴炮進行壓制 我覺得羅馬人還有一個比較可怕的地方是 他的奴炮是可以吃到彈道血 所以Viper其實在移動中 只要奴炮能發射出去 是一定能擊中到Viper這邊的馬弓 這也是羅馬人奴炮比較強悍的地方 雖然傷害上來說只有攻速加成 沒有其他的雙重奴炮 或是傷害奴炮加成之類的一些特殊能力 但他以價格來說 他算是一個 還是一個羅馬奴炮大國 這樣講才對 畢竟他的奴炮 算是綜合奴炮能力裡面 最多能力的一個文明 這邊馬弓沒有辦法升上去 雖然有化學也有三級色 也有這個 化學 單重裝馬弓有點難點上去 好這邊大量的奴炮在這邊 Viper趕快撤 但是塔塔並沒有看見的樣子 好下方補了 想要補一個城堡 但是回去撞到Viper的馬弓 右邊城市中心 直接被羅馬大軍給手撕掉了 哇開拆 官兵顯量掉得非常快速 這座馬弓直接撕掉了一些重裝騎士 單重裝騎士只要砍個幾刀 然後這邊馬弓數量就會越來越少 Viper的殺傷力就會越來越低 這邊馬弓過來救一下 但是完全扛不住 Viper現在且打且對 再繼續使用多線騷擾戰術 但是他的多線的軍 單位其實血量並不是很多 這個拉扯打得好累 好打完之後又來一坨騎士 基本上塔塔沒有在空 左邊抓到一些村民還不錯 但是正面的部分 來回家裡並沒有更多的馬弓可以防守 對方塔塔並沒有想要撤退的意思 這邊洛馬數量來到18隻 這一波要是沒能包得掉 奴炮的話就會有點危險 而且奴炮現在有串燒跟彈道水的效果 好這邊來看一下這一波包夾 奴炮血量掉的很慢 騎士的部分上前扛住了肉馬的衝鋒 肉馬第一時間直接被奴炮加從騎士給解決掉 Viper這邊突然打出了聚聚 哇這一波Viper打得渾身解數 但是塔塔這邊打的戰術更是威猛 這個羅馬人直接用重裝騎士給輾壓回去了 也不除這個百夫長 直接騎士加奴炮的戰術 似乎是很適合打沒有火炮的文明 這個戰術在城堡時代的羅馬人 也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決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塔塔這邊拿到15黃金石頭的勝利 木材部分則是輸了2000而已 基本上大部分資源都是贏在羅馬這邊 那我們剛剛開頭講到羅馬人的後期 經濟是非常可觀 他的後期正是直線飆漲 我們看這邊經濟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那VIPER這邊會落後原因 是因為他一直被壓制住的關係 村民再走來走去 農田也沒有在耕種 到了後面 雖然VIPER有一度 村民反超塔塔 但塔塔這邊也是第一時間 拉了一坨騎士 重拐砍個一波 所以導致VIPER經濟後面又直接下降了一些 最後VIPER也是把經濟再拉回來 又反達一些回去 大概最終還是跌不過 羅馬這個經濟加成 後期是非常可怕的 軍事方面 其實VIPER的KD值是更高一點的 但是羅馬正面的奴炮傷害是更恐怖的 如果真的打到後面的話 可能VIPER還是沒有機會 我覺得關鍵還是這個馬扎爾標奇兵 馬扎爾標奇兵有量產出來的話 可能VIPER還有一線生機 那VIPER後方的可以種田農田地方 其實很少 要想產出大量農田其實相當不容易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訂閱